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据热刺记者威纳姆透露 热刺可能不会买断法国中坚基文特 朗格勒 而是准备寻找一名顶级中坚提升后防线 27岁的基文特 朗格勒在今夏从巴塞租借到热刺 最近热刺的6场比赛基文特 朗格勒正选5次 已经坐稳主力位置 但威纳姆在接受足球内幕采访时表示 我说过我是基文特 朗格勒的球迷 今年夏天热刺向媒体透露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 那就是我们正在寻求提升球队实力 我们正在寻找一名顶级的后卫 像阿利辛度 巴斯东尼 祖斯高 格华迪奥这种 威纳姆指出 宾戴维斯略低于这种顶级水准 而我认为基文特 朗格勒和宾 戴维斯的水准相同 可能我的话不太中听 但基文特 朗格勒并没有让我们得到提升 他和宾 戴维斯同样出色 对一支排名前四的球队来说很好 这是对基文特 朗格勒的称赞 因为宾 戴维斯已经在英超征战十年了 但他并没有像艾利 戴亚或基斯殿 罗美路那样提升我们 威纳姆表示热刺最终不会选择买断基文特 朗格勒 这对他而言有点残酷 我认为他本赛季会踢得很好 但斌 戴维斯是欧贯联球队中的本土球员 而基文特 朗格勒只是一名租借来的球员 我预计我们会寻找另一名顶级中间 基文特 朗格勒将获得感谢 并且继续前进 这很残酷 因为他很好 我也喜欢他 但他并不比我们现有的其他后卫更好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